第一個介面上面 我的介面大概是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這個名稱 專案名稱 然後這個 這個名稱盡量跟我一樣 我是取LV01 然後一個List View 再一個T01的Test View 下一頁之後 將來各位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這個高度因為每一支手機都不一樣 所以恐怕你還要再去想一下 如果說不一樣的Size 該怎麼處理 那再來下一個 我們在裡面一樣 兩種方式 一個是用Resource方式 放進去 然後Resource方式裡面也是四個 然後再下一個 放裡面的東西 那程式部分的話 撰寫也是一樣 1跟2是一樣 那3的地方的話 不太一樣 所以你們要記不一樣的地方 這邊的話呢 是Set onItem什麼的 有什麼 有什麼 那這裡的話呢 我是用OnItem什麼的 Click 差別在這裡 因為那個在Spin 點下去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Option 一個Option Option的話呢 它的事件就是什麼 有沒有 前面就是用Sled 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的那個 這個ListView沒有 那個Option 沒有那個 類似RadioButton 那種 小按鈕對不對 所以呢是一個Click 好 兩者差別的話 恐怕你要去記 就是要記不一樣的 那就不需要從學了 反正你就記差異 所以它的事件名稱的話 就把Sled 改成Click 第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第二個是說 當你點擊的時候 你一定會觸發一個事件嘛 對不對 所以事件部分的話 當然就傳進來 那我們要怎麼取得 就是說 到底使用者 它是到底點籃球 還是足球 還是棒球 還是其他 所以呢 它會傳給我們的 就是什麼 特別就是我講過了 你們可以記一下 就是 這邊有一個 只要是它的 它傳進來的 只要是它的那個 資料型態是int int整數的話 通常就是index 通常就index 這是一個規則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那個 相關的Duck 大概裡面有說明 就是說 Arg2傳進來就是什麼 就是它index 也就是說 這個清單裡面 比如說有四個 如果你點籃球 它會告訴你是0 它的順序 0 1 2 3 所以如果你點籃球 它告訴你說 你是點 這個int傳進來就是0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Arg2 去判斷說 到底使用者點哪一個選項 那哪一個選項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再去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get回來 get回來之後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它是籃球 那可以利用這個LV01裡面 還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叫 get item at position 那哪一個position呢 就是把Arg2告訴它 它就會去把那個裡面的東西 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的話 再轉成字串 就會是裡面的文字了 OK 大概是這樣啦 大概留成這樣 或者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知道位置的話 你也可以去把正列的位置 正列那個位置抓過來也可以啦 也是一樣可以取得 那一般的話 一般性就是用這個方法 就是用ListView裡面的 getItemAtPosition 後面呢 再加上你的位置 然後就會取得一個字串 所以丟給slate的這個字串變數 那最後顯示出來就是 T01.setTest 最喜歡垂直運動是這個 OK 那當然這裡面如果要做多國語氣的話 請各位自行再去完成 因為這裡面也是 反正前面的動作前面都講過啦 你就自己再去做一個多國語氣看看 這是第一個部分 所以前面的部分不一樣 會不一樣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一個事件名稱 加上傳遞過來的東西 這裡會不太一樣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把這地方再稍微改一下 那改完之後的話 如果這OK之後 再來就是說 這個部分我們沒有處理什麼呢 處理view的部分 就是說呢 你那個view 要把它改顏色 比如說呢 你出來清單 假如說都是黑白的話 看起來其實不好看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希望什麼 把這裡面的顏色 改成 比如說藍色啦 或者是紅色啦 等等的 那這地方就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這個view 有沒有 所以這個view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 把這個view做變更 那一樣呢你要先去找到那個view 那內建的view可以 或者是說呢 我們把內建的view拖拉過來 再去做處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是會用到一個什麼的 也是一樣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用 所以這裡的話呢 請各位再把什麼呢 外部的view 把它拉進來 那這種寫法的話 我們 我這邊已經有寫 就是 也是一樣 就是 這邊可以 給它一個我們內部的資料來源 然後呢 那個view的名稱特別重要 前面是用simple 叫什麼 simple spinner item 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不能用那個spin item 因為那個spin item 跟這個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用simple list item 那item有item123 那我想各位可以先試著把那個simple list 1 把它抓過來 那抓過來之後的話呢 再去找到它的位置 並且怎麼樣呢 把這個view 拉到我們的內部 去修改成別的顏色 比如說我想要把它改成藍色的話 該怎麼做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先完成第一階段 那等一下再來看 這個第二階段就是變更它的顏色 再來第三個階段就是說 再把它改成正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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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